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以本身原有的鸿鱼土鸡经叙事所的育种技术辅导 历经六年完成肿源固定 并悬育出抗病例家以及外观生长及繁殖性能优良的机枝 建立凯新桂丁土鸡族群 于103年通过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新品种审查会 命名登记为凯新桂丁土鸡 成为台湾第一支民间育成的商用纯品系机种 因为当时我退伍回来 带我入这一行的使老板使柜丁 他当时的有他的提息 我才能顺利走到这一行 为了感念他 所以把这一支肌并领为柜丁机 该机种除了可作为红与土鸡纯种繁殖之种机供应外 也可以工作商业土鸡之杂交生产的种源 柜丁机除鸡全身聚淡黄色绒毛 工机聚大而鲜红的单罐 羽毛为红核色与金黄色交杂分布 体型直立挺拔 肉燃大而圆 胃长而略弯曲 颈长背短 胸宽平伸长 浅千色矫径 母鸡羽毛为浅和黄色 肤色白 矫径颜色略为淡黑色 母鸡平均从186日龄产第一颗蛋 至280日龄之平均产蛋数达70颗以上 而平均产蛋率则达75%以上 商用种母鸡产蛋高峰皆有70%以上 最高可达77% 此外 母肉鸡八周龄平均体重约为1.9公斤 公肉鸡十三周龄平均体重约为3.5公斤 多数鸡之与凯兴公司电载厂电载与分切 而部分活鸡则送台中毛鸡交易市场 生鲜肉品销售通路主要为全国之全联福利中心生鲜超市 目前除生鲜肉品外 并开发多项加工产品上市 桂丁基兼具高产蛋率 高预成率 肤色白及肉质优良等特性 于国内通路上架后广受市场好评 目前这支土鸡在叙述手的辅导之下 真的我们觉得比我们的期待值还高 发展得非常好 去年也曾成功进军缅甸 凯兴公司判以台湾为育种生产基地 将桂丁土鸡产品行烧亚洲各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